2019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3月2日上午 全国政协委员龚汉林在驻地接受采访时表示 本次上会自己最关注的是新媒体平台的建设 他表示 构筑主流新媒体平台至关重要 在全民媒体时代 要注重舆情安全和新媒体平台的安全 构筑一条思想战线上的国防体系 那么今年我的两个提案都和我们的 容媒体新媒体平台有直接的关系 我还是呼吁我们要进入新时代了 要把自己主流的容媒体平台做好 这个非常重要 全民媒体时代现在是 如果我们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来传播我们的声音 那你就落伍了 你的传播力 你的覆盖面 都和现在的一些新媒体无法比 所以必须要做好我们主流的媒体融合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我特别关注就是我们以前环境 所以我们要构筑于一条思想的国防安全线 这也很重要 龚汉林表示新媒体平台的安全与否和国家整体安全有至关重要的联系 不能忽视要加强这方面的监管 同时把中国正能量和主流声音传递出去 让主流声音在新媒体平台上占据重要位置 讲好中国故事 让世界人民更进一步了解中国 我个人认为作为委员来讲 如果你是哪一个界别的 首先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工作做到位 做到精准 同时呢作为文界的委员 我特别希望用我们的艺术作品来互换社会 告知社会把我们的中国故事讲好 不仅讲给自己听 也讲给国外的朋友们听 针对近期有部分演员流量造假的问题 龚汉林表示 演艺协会以及演员的管理方要约束演员行为 比如建立演艺行业的征信记录 如有演艺界人士突破底线 就要进行必要的惩处 通过红线和诚信记录的设置 对演艺界进行系统和全面的约束 作为演艺界的人士 特别是在这个文化艺术领域里的一些公司 我觉得自律很重要 守住底线很重要 全社会现在都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诚信 那么我们演艺界能不能也做一个诚信记录 这个很重要 你像对一些虚假的流量造假的 收视率造假的这样的公司 包括演艺人士 是不是也应该做一项记录 如果这样的话 那可能我们的播出平台 就对他这样一种行为采取限制 对他当时是否第一次 放下来 一多数学会 第二次